我就看到一些人在說 怎麼不升三級啊 怎麼不升四級啊 我們看現在的通膨 如果你認為現在的東西很貴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如果再鎖城 再封城 東西會更貴 通膨只會越來越高 我們只能讓那個生活繼續下去 然後呢 去跟它共存 這是我們目前 一定要適應的 這一次你看 我拿我們這家的商品啦 衣服 乳清 吃的喝的用的 成長 漲都要漲 一直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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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從這個疫情開始來的 接下來的整個社會通膨 整個全球通膨 所以現在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的船運已經漲翻天了 它還會再漲 你知道 林口館那個格鬥教室裡面 要裝那個鐵架啊 因為它要做那個防水嘛 因為上面有漏水 社區上面有漏水 社區要做 你知道我做個鐵架多少錢嗎 我做個鐵架加防固 238萬 為什麼 因為鐵掌三倍 最近疫情每天都這樣子 然後我生性還會越來越高 我就看到一些人在說 怎麼不升三級啊 怎麼不升四級啊 我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當然 也許一下我講這些 因為我自己有做生意有感 我們看現在的通膨 如果你認為現在的 東西很貴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如果再鎖城 再封城 東西會更貴 通膨 只會越來越高 我們只能讓那個生活 繼續下去 然後呢 去跟它共存 這是我們目前 一定要適應的 因為你鎖了 也好 你封城也好 它都大大的影響 我們所有人的經濟 我們所有人的生活 我說我的小孩子就好了 這兩三年都沒什麼去幼稚園 每次要送去 上個幾天 哇又疫情嚴重 算了還是不要去 好 全部都在線上教學 那線上教學呢 有跟沒有一樣啊 所以還是跟各位講說 最終最終 大家還是要去習慣 共存 的問題 我也希望不要製造恐慌 也許這都是我們 多年之後 可以拿出來 談的一個話題 哇 當初20年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 2020年 也許那時候 2024年 跟大家在聊 2020年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多慘 有多蠢 未來 一定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直到 它普及化了 但是你可以瘋嗎 你可以停止經濟效益嗎 你可以這個店關起來 那個店關起來 那個學校關起來 這個學校關起來 你可以過這種 人類可以過這種 不正常的生活嗎 它影響層面有多大 你根本 沒有辦法去預估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這個 醫療能量 我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這個醫療能量 所以還是跟各位講 不要恐慌 那如果你 不信 確診了 那在家休息一下 過了就隔離 就解除 不用恐慌 因為畢竟 我看到新聞上面的數據 現在幾乎都是無症 我要講的就是說 經濟壓力 絕對比這個病的壓力還要可怕 這一次你看 我拿我們這家的商品 衣服 乳清 吃的喝的 用的 成長 都要長 一直長 一直長 他是沒有一個鏡頭 到現在為止是沒有一個鏡頭 我先跟大家講 這很可怕喔 我自己在做廠商端 我們做什麼東西 他說要做趕快做 只會一直長 不會往下跌 他說未來還會再長 他說這是 所有的東西 都是這樣 昨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三例的 他在報國外 乳製品 油的東西 乳製品喔 什麼起司 牛奶 包含各位喝的乳清 都在長 這都是從這個疫情開始來的 接下來的整個社會通膨 整個全球通膨 所以現在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的船運已經長翻天了 他還會再長 什麼時候是個鏡頭 不知道 你看你今天要去開個健身房 你叫的器材 以前是固定半年之內一定到 一定到四個月 到半年一定到 不到廠商要罰款 現在你去訂器材 最快八個月 最慢十四個月 還可能會延誤 十四個月後還不一定會到 你說這個東西 有沒有很多人發災難財 有 真的有 做航運的 做運輸業的 做貨運的 有沒有很多人在發災難財 我跟大家保證都是有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長的 你根本不清不楚 就是拿一個災難 拿一個疫情 或是拿一個戰爭 來當一個藉口 那這些呢 都是那種世界 前幾大的企業 在操盤 我們也拿他沒轍 現在這個鋼鐵 最近 館長要裝潢了 一些場館要裝潢 要做鐵架什麼的 你知道 林口館 那個格鬥教室裡面 要裝那個鐵架 因為他要做那個防水 因為上面有漏水 社區上面有漏水 社區要做 你知道我做個鐵架多少錢嗎 我做個鐵架加防固 238萬 為什麼 因為鐵掌三倍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裝你家的事 所以你現在 還想要 我認為就是說 新聞下面這些人 到底是 你沒有出來工作呢 還是說你跟社會脫節 到底是什麼樣的勇氣 可以讓你這樣 一直這樣 說 你要過了怎麼不封城 你是要等到一個便當 變五百塊了 你才會開心 是不是